我们用Kongiza来制作BPI-M2的SD卡 让它可以开机 那我们要准备的是一支Kongiza的开机水深碟 然后有一支放Image的水深碟 然后一张可SD卡16GB的 然后一个读卡机 如果你厉害的人可以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或者把Image放在你的硬碟分割区 那你操作的时候可以选择那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示范就以放在水深碟的状况下 我们来做进行 那我们等一下会模拟 用虚拟机来模拟 那我们虚拟机设定的是Kongiza ISO来开机 那Kongiza ISO请你到网路上搜寻Kongiza 到国家高速网路 去下载就好了 Kongiza 选择下载 那通常我们选择第一个 然后这边建议你下载ZIP档就好 不需要下载ISO 这边都不建议你烧成光碟 现在还要自己找光碟机 跟光碟片蛮麻烦的 基本上用ZIP档来制作开机水深碟就可以了 这边有一些说明可以自己看 或者是参考我前面的教学录音档 教学录音档 制作并不会太难 那我们就直接用虚拟机来示范 我们直接用虚拟机来示范 至于你的吸叠是什么系统 基本上不影响 我们并不会动到硬碟的系统 好 那我们选择启动 启动它是由光碟先开机 所以这边有几个选项一开机 用预设的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资讯组用习惯 虚拟机杂的 我们有时候会喜欢用图类 图类的选项 那这个时候开完机之后 到主画面 我们的水深碟就可以移除 好 我们就用预设的选项 大概经过一小段的时间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让它开机起来 毕竟随身碟开机不会像硬碟那么快 好当你看到这一个画面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 虚拟机杂的设定的画面了 那就表示已经开机成功了 那如果你是用图类可以移除 随身碟 如果你不是用图类的方式的时候 你就只能随身碟插着或者光碟片放着让它开机 这边我们选择繁体中文 选择预设键盘就好了 使用再生龙 那我们使用印象档 因为我们印象档放在随身碟里面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随身碟插到你的USB孔去 好 那我们使用本机 装置里面我把随身碟拉进来 我们使用本机印象档 使用印象档 本机的随身碟按Enter 这时候它会开始侦测你有没有随身碟 好这里它要你按Ctrl C 好 它会把所有分割区找出来给你 那我们的随身碟是在sdb1 然后是一支32GB的随身碟 现在做出来是29.4GB 选择这一个 我用这一颗来当我们的 储存的分割区 我们这边不去检查 略去 接下来它会把这一个根目录下的资料夹堵出来给你 看对不对 对我们就选 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直接在根目录下处理 所以我们这边就选按下Tab键 按下向右的键选择当 我们就是要在这里 好它告诉你说 它会把Horn底下的PiImage 挂起来 挂在sdb1 Enter 好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 使用初学者模式 因为你有了储存的位置以后 接下来你就会可以选择用还原的方式 所以我们选择初学者模式 然后我们要选择就是还原到本机磁碟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准备把你的随身碟插到你的USB孔去 把USB孔插进去 还原印象达到本机硬碟 它问你 哪一个是我们要还原的印象档呢 当然是第一个 我们BpiM2的7月8号那天做的印象档 按Enter 接下来它抓到的磁碟机就只有这一个 不对喔 不对 因为我们的磁碟机水深碟太慢放进去了 这边按取消 要再做一次吗 不 重新来 好 那我就先把装置水深碟 我还有一颗 这个是读卡机的 先挂进来 免得它读不到 好 重新来的话 我们把它卸载 重新再做一次 PiM3将会被卸载 重新再来挂一次 从头来 使用再生龙 使用印象档来处理分割区 使用本机硬碟 按Enter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建议你把 水深碟全部挂上去吧 这样比较不会在后面侦测不到 按Ctrl C 那有一些人刚开始不习惯在生龙的部分是他问问题的顺序 你没有弄得很清楚 他第一个问题是你要用哪一个东西来放你的印象档 那我们刚才是SDB1 32GB那一颗水深碟 这一颗来非常印象大 这边第一个问题他问的是这个 他不是问你要备份或者是要还原 他第一个问题是问你 东西放在哪里 除了本机以外 事实上 空气者还支援网络 所以他会先询问这一个部分 好 好SDB1不要检查 哪一个目录名称现在是在跟目录对不对 对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印象档 选择Done 按Tab之后 按向右选择Done 然后初学者模式 我要还原到本机印点 这里 哪一个印象档要还原 当然是Bpi M2这一个 好他这里就会列出本机硬碟 SDA是107GB的哦 这是虚拟机器的 所以我们不是还原这个 我们要还原到读卡机上面的是SDC 16 15.9 就是16GB的这一颗水深碟 好这一颗 读卡机的SD卡 然后到这里按Enter 还原前要不要检查印象档 这边我们通常是不去检查 你要检查也可以只是多花时间 那我们的习惯是在备份的时候会检查印象档是不是正确的 还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检查了 还原完要做什么 那我们就留在画面好了 按Enter 这些都完成设定 他就告诉你说 他帮你把这些设定变成一个指令 下去 按Enter 我们就按Enter 然后他会警告你喔 这一颗水深碟上的资料全部会被处理掉 请你确认喔 让你有后悔的机会 好这里我们确定要做选择是 然后再问你一次 真的吗 先 问两次你还回答是 都表示你真的要做 因为他很担心你把你的 你的资料真的完全毁了 就救不回来了 是 好他就开始做了 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进行还原的动作 你可以看到一些画面 当然最主要都是英文字的讯息 到后面会有看到中文的画面 还原进度的地方 那前面还原partition 分割区 MBR等等 各种的话都是用英文来显示的 好那目前就这样子让他开始慢慢的进行还原 那剩下的就是你的USB 你使用3.0跟2.0 3.0一定比较快 读卡机 读卡机的速度也会影响你还原的速度 另外一个是你电脑的效能 电脑效能影响会比较小 因为现在电脑的效能通常都还蛮厉害的 都会达到他的基本需求 不太影响他的速度 好这个时候就开始看到他的还原画面 他告诉你他做到一个大小200多M的空间 用了200多M 第一个分割区比较小 SDC1做完了 接下来另外一个分割区就比较大了 15GB 有11GB在使用 那还原速度现在每分钟是2.9GB 那就可以 近待一段时间让他去做还原 那时间大概就看你的 读卡机的速度跟USB的速度了 当然如果你可以用快速的 或者随生碟或者是硬碟分割区的话 是会更快 那我们今天就用出一般的方式来介绍 那我们这边可能要等个5分钟到10分钟 我们稍微暂停一下 好经过一小段的时间等待 那他还原快要接近100% 好100%之后 他还会做一些简单的检查跟设定 如果你是空气爪的喜好者 对这些画面应该不陌生 那如果你是初次使用的时候 我们再复习一下他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问题是问你 储藏库方在哪里 如果你长时间接触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除了本机硬碟以外 还支援网路上 看是用Samba 用SSH 用NFS等等等等 各种挂得起来的方式都可以当他的储藏底 所以你的印象档不一定要随身带着走 你可以放在网路上 只要是他能沟通得到的地方 他都可以做为你的储存体 那他本身是一个Linux系统 那为了精简跟效率 所以他把一些图形化东西都先移除了 只保留最精简的设定 还有指令 然后最简单的图形界面 那这里会停顿那么久的时间 是因为我们的SD卡还在写住 因为这台电脑 他会先把 我们都知道说 USB设备它会有一个buffer的存在 虽然他表面上写完了 但是事实上 他还是还没有在写 还在写 好,再经过一小段时间等待好 他写完了 动作开始往下进行 那这些英文字都有它的意义存在 如果你愿意细旧的话 你可以慢慢去看它的英文 它所表达的意思 像这一个grab install 它帮你做grab的设定 好,它已经做完了 它要你按下enter 好,这个时候这张SD卡就已经做完了 那你可以选择关机或者重新开机 这样就完成一张SD卡的制作 这样就完成一张SD卡的制作